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晓宇 年少成名 在他17岁的时候 就已经代表广东红远队参加CBA联赛了 刘晓宇曾经4年帮助广东红远拿到了CBA的总冠军 见证了广东队的辉煌年代 2017年 刘晓宇因为一些原因 最终离开了一件连率领的广东南兰 独自前往北京 以400万一年的年薪签约北京手钢队 北京手钢引进刘晓宇的目的很明确 那就是替代球队之前的主力孙岳 由于孙岳近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 所以大家对于刘晓宇的期望值非常高 不过由于有伤在身 而且对于北京队的诈数有些不适应 因此刘晓宇在北京手钢的表现并不好 虽然不及孙岳的700万年薪 但是400的年薪在CBA来说也不低了 由于状态不佳 因此外界对于刘晓宇的批评之声越来越浓 后来 这种批评之声逐步的转化 到了刘晓宇的感情上 她的女友名叫钟璐纯 在篮球圈内比较出名 不仅是因为她出众的外貌 而且她之前还和王思聪传出过一段飞闻 孙岳的落寞夹杂着很多的原因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那几年丰富的业余生活 是孙岳逐渐迷失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因此外界常常拿刘晓宇和孙岳进行对比 在那段时间 刘晓宇不仅要面对伤病的挑战 而且还要承受外界对于她的非议 这时候 刘晓宇做出了一个让大家有些意外的决定 和自己的女友分手 虽然这件事情让球迷们深感意外 但是当时有关于此事的报道并不多 曾有好友晒出刘晓宇关于此事的聊天记录 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提了 毕竟这件事对于刘晓宇和钟璐纯来说 都不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在与女友分手之后 刘晓宇仿佛变了一个人 她将自己的全部时间都放在了训练和伤病恢复上面 三个月之前 刘晓宇也是自费独自前往美国进行特训 在美国 刘晓宇不仅接触到了专业的伤病恢复计划 而且还极大的提升了自己的身体素质 从刘晓宇的训练师的主页中 我们发现了一张身体对比照片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美国特训之后 刘晓宇变得非常强壮 甚至不输当前CBA头号球星一件连 喜欢NBA的球迷们都知道 你只有技术是不行的 身体素质对于一名球员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目前周期在火箭 就是在对抗方面 存在着不小的劣势 对于刘晓宇来说 2019年 他就将年满30岁了 而在2019年 中国南篮就将从红篮两队变成一支球队 虽然这一年以来 刘晓宇一直与国家队无援 但是中国南篮的大门却一直没有为他关闭 而刘晓宇自己也没有放弃 在外界一直拿他和孙岳进行对比的时候 他选择了默默地提升自己 不做第二个孙岳 此前杜峰在试语赛输球之后 还曾特意提到了刘晓宇 他表示蓝队之所以输球 是因为里根 刘晓宇 意见连等球员都没能在队中 因此 刘晓宇如果在家罢禁 那么未来他也许 还能够在中国南篮中占据一席之地 中文字幕提供